在美中对抗之间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强权争霸 在疫苗这一仗 可能是另一个新的战场 原因是因为 你可能不知道啦 其实从去年10月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那开始陆陆续续有疫苗跑出来了 所以呢 大家都在讲说 这个疫苗能不能够让其他的国家 也能够获得这个专利权 就是告诉我们 它是怎么制造的 这其中的专利知识 能够让其他的国家 如果有疫苗厂的话 也能够自己生产 最早呢是在去年10月的时候 印度跟南非提出 希望世贸组织 因为它会有一个 智慧财产的问题嘛 就希望他们呢 不要来 让疫苗这个部分 智慧财产能够先开放 让大家一起来共享使用 好那个时候富裕国家 其实包括了欧盟啊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 通通都是反对的 但是最近拜登政府 突然之间大转弯 他跟大家讲说 没有 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 世界秩序的领导者 我们必须要体恤大家 我认为可以的话 我们应该要来开放这些 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 好 这一个转弯呢 让欧盟有点跳脚了 欧盟说 这个就是 一直就是好人东西当 啊现在怎样 我是坏人是不是 本来不是BuddyBuddy好朋友吗 为什么会忽然来这一招 哎呀 叶盟今天选这个题目 非常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有福了 又有福了 又有福了 没有啦 不是要炒股票 又有福了 怎样 我要来Google一下 今天状况不太好 因为这个题目非常重要 而且呢 这个观点绝对独到又犀利 今天是超级大重点 就是国际的博弈 让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到底有多么的邪恶跟丑陋 对啊 一开始他也说他不要啊 那欧盟还觉得说 大家是好朋友 大家赞同一阵线对吧 忽然之间哎 他一个转身 欧盟变坏人哎 我们来看一下 拜登他的邪恶算计啊 就是他们到底是打了什么算盘 是 首先我们要先理解在 就自从去年整个疫情爆发以来呢 大陆和美国在疫苗上面的态度 是截然不一样 基本上高下立派 就是全球都觉得说大陆棒 是不是舔贡 不是 你看 美国呢一开始 他就大量抢购所有的疫苗 跟囤积疫苗啊 美国基本上他囤积了8亿的疫苗 8亿的疫苗 那美国的人口不过才3.3亿啊 所以你已经超出了你人口两倍 你说打两剂嘛 两倍以上的疫苗量啊 然后呢 也没有说积极的给大家打 为什么 因为美国很多人都不想打 那大家不想打 你买那么多 你也没有去发给别人 你也没有去到处的捐助 然后你干嘛 美国就宁肯把这些好的疫苗 就是放在库房里面 放到过期 是还没过期啦 就放着嘛 那你都不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 然后呢 美国还引用了 就是国防的生产法 讲说哎呀 我们对疫苗生产的原料 要严格的出口管制 所以先前印度一直说 美国的疫苗原料 拜托卖给印度 那美国一开始就不让卖 那直到印度疫情失控了之后 美国才说 嗯 好啦 好啦 这个也是可以来这个卖看看啦 好 所以在疫苗当中 那这是美国的态度 基本上就是到处抢疫苗啊 然后囤在自己家里啊 很小气 小气巴拉的 但大陆就完全不一样 大陆一开始就是把疫苗 当成国际的公共产品 然后讲说 就是承诺疫苗也没有高价出售 而且呢就是到处给世界各个国家 你要买呢我就卖啊 超过10亿的 10亿剂以上的疫苗 就是在全球到处施打 而且呢是提供给COVAX 就是给COVAX平台 再去发放给其他有需要的国家 那美国德国这些先进国家 这些产疫苗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 到去年为止哦 都没有把疫苗提供给COVAX 因为它的疫苗是要卖钱 那只有大陆愿意提供给COVAX 所以当时这个台湾民进党 还在讲说 哎呀我们不要大陆疫苗 结果等了半天COVAX疫苗 可能最后发下来的是大陆的 所以在全球的疫苗战争 甚至呢是在道德舆论当中 基本上过去大陆是领先一举 大家都觉得说 你看大陆确实很好嘛 那一些全球反华的国家要骂 大陆您是疫苗外交 那不然是要等人家都病死吗 因为我们刚提出一个数字 这个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报导 它说其实拉美有很多国家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希望美国来帮忙的 希望美国可以给他们疫苗 可是美国都没有理他 最后是中国给了他们疫苗 所以他们现在在拉美 大家打的都是中国疫苗 这就是大善人啊 对吧一个强大的国家 就是不仅自己要强盛 而且也要能够造福周边的国家 赞 那么5月5号啊 美国呢突然就宣布了 贸易部长戴琪 他都突然讲说 哎 美国要放弃 对新冠疫苗的 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哎 那这个消息 就让大家站好啦 那么好心变大善人了 对啊 这美国怎么在疫苗的 这个知识产权突然 180度大转弯啊 而且像刚才燕音说的 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印度跟南非政府就一直讲说 哎呀我们也很想要生产疫苗啊 就跟世界 我们也想要自救啊 我们也想要自己来生产啊 希望说发达的国家 能够放弃疫苗的智慧财产权 那有一些比较这个 后进的国家呢 大概十几个国家 通通都支持 但是当时的 美国 英国 欧盟都反对 我们花钱研发疫苗 然后你想免费获得专利 吃大便 所以当时的美国 英国 欧盟 都公开反对 所以谁都不愿意 你看我这个研发是要钱的嘛 我当然是要卖的呀 那怎么能够让你直接 所以就变成发展中国家 跟已开发国家就两边了 对 那现在美国呢 突然就反割一几 一下就把目前有 这个主流疫苗智慧财产权的 英国 德国 还有中国大陆 就架上了火堆 你看 美国 哇 你看我们多有道德啊 那你们其他国家 难道不用效仿吗 所以拜登这么一宣布之后 马上美国就成为 从一个自私自利的形象 变成了 哇 乖宝宝 道德模范生 那甚至呢 像谭德塞 然后也马上给拜登政府 高度的评价 你看就基本上 大家都觉得 你看这个挺好的呀 可是 中国大陆 在过去以来 为全球提供了 天文数字般的医疗用品 派出了一大堆的医疗团队 去协助世界各国抗疫 然后呢 把自己主动研发 生产了上亿剂的疫苗 就是评价 供应给那么多的国家 然后现在 拜登一具嘴炮 就说我们愿意放弃 他就突然变成大善人啦 所以这个让我想到啊 是想到说什么呢 就是默默在关心女生 送礼物的这些好人们 终究都是会被淘汰的 你说被发卡了是不是 终究都是会被发卡 讲得这么心有戚戚焉事 就是大概这样比喻 大家就可以理解 就是中国大陆 就是不断地对着大家 默默做善事的好人 不断地去照顾啦 关怀啦 好 但是呢 这个拜登就一具嘴炮 我们愿意放弃 他就 哦 好棒哦 大帅哥 大善人 好 那么重点来了 那到底美国所谓的 这个实质的放弃 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 现在状况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呢 英国暂时不讲话 但德国呢 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所谓辉瑞疫苗 其实就是德国莫德纳 对吧 那开发的专利在哪里呢 在德国莫德纳 所以美国 他说我放弃 但是美国目前的 辉瑞公司的疫苗 本来就不是美国的专利啊 他是德国的专利啊 让大家听得懂了吗 所以莫德纳 在美国叫辉瑞公司嘛 所以美国讲说 辉瑞这个专利我们放弃 但你辉瑞本来就没有专利 这个专利是德国莫德纳的啊 所以德国当然要反对啊 哦 你一句话说放弃专利 专利本来就不在你手上 专利在我手上 好 一个概念哦 虽然他们是在WTO 就是世贸组织在讨论 但世贸组织没有办法 叫其他各国的公司 大家把这个专利释出 事实上当国的政府 他才有这样的权利 啊美国说他要放弃 啊问题是辉瑞如果公布了之后 而且不是政府主要是这个公司 对 就是去年 受到政府的管辖嘛 去年这个德国莫德纳的公司 Bantech公司啊 他拿出这个专利 我是去跟美国辉瑞合作 技术研发是在德国这里啊 是在德国公司这里 美国辉瑞公司 只是负责生产跟销售而已 那现在拜登一句话 就说德国人辛辛苦苦 研发的智慧产典权 卖得干干净净 哇擦 这样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对于中国大陆 拜登这个表态 最难受的下就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这个 第一个是体制上的原因 就是说美国真的有权利 可以放弃疫苗的专利吗 假的 假的 拜登总统他根本就是 放弃一个他从来都没有的权利 为什么呢 因为专利权它是属于私权 它是企业的跟私人的财产权 美国政府是没有办法直接取消的 就跟你家的钱 美国政府不能讲说 哎 你不要有你家的钱 你把你的钱圈掉 不可以啊 所以他本来就是公私的权利 他不是美国政府一声令下 说放弃就可以放弃的 否则大企业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然后去做这个研究 那这个钱谁来出 怎么能美国政府说一句 然后他这个企业通通都白干 不可能 所以美国本来就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美国政府无权 随意剥夺私人财产的所有权 除非什么呢 除非就是美国国会要重新修法 或者是定一个新法 然后强迫说 这个透过新的法律 所以讲说政府是有权宣布放弃 新冠疫苗的智慧财产权权 就这个部分归政府管 对 才有办法 但是呢 这个就基本上 他跟世界贸易组织也没有关 他跟这个戴琪职权工作也没有关 所以本来就是讲讲而已啦 就出一张嘴啦 那除非他要像这个川普 当时一样特别签一个行政命令 他说强迫那个私人企业 必须要放弃啊 那也不可能 因为那样美国的法院 应该会马上就会叫停 这其实就是侵犯私有财产权权 所以美国他目前出一张嘴 讲的是什么呢 他是说美国是说 我们支持在当前 世界贸易组织内的相关的动议 我不是支持这个已经去落实哦 什么意思 就是说目前世界贸易组织 我们现在讲了印度啦 然后还有南非啦 都有提出希望要能够开放 这个智慧产权权权 但是开这个讨论 都先前都被美国英国给打枪 美国现在是说 好我们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 重新恢复讨论 我们支持推动讨论这个议题 所以这跟实际上要落实 放弃专利距离还远的很 所以拜登就是出一张嘴 然后就把大家都给骗了 所以讲到后来就是 我其实又是在看到 这很大的标题 但其实里头还是空空的 对 而且实际上你看 所以美国如果他真的想要去放弃的话 这是经过好几个步骤 他要么呢就是需要立法啦 然后呢就是需要 国会大多数的通过 或者呢他要到世界贸易组织上 然后来进行通过 那么就算真的都通过了 基本上那应该也是 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而且呢开放了跟其他的国家 能不能够照着这个模式 照着这个技术生产出来 其实完全是两回事 因为关键是你生产的原料 还有你生产的这些技术 这些并不是开放了这个方法 然后马上就会的 所以当时的这个看一下 辉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就接受采访讲说 哎呀生产疫苗的这个原料 涉及了19个国家 它是需要高水准的这种制造技术啦 然后跟高度专业的啊 它不是单纯的化学品啊 所以你就算放弃了专利 开放了专利 那实际上呢制造过程 大家也是没有用的 好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你看美国一讲 它马上就说放弃 但是实际上距离真正的放弃 还远得很 可是对大陆来说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大陆的这个体制 就基本上它确实是可以 一声令下放弃疫苗专利 马上就可以落地 而且因为目前的这个疫苗的公司 本来就是国营企业嘛 所以呢 大陆如果说要放弃 马上就可以放弃 那它连拖延的理由就不好找 那么这个时候 全球的舆论就会觉得说 你看拜登都说要放弃了 为什么你大陆不放弃呢 人家讲的那种霸气 那拜登说放弃 没有真的放弃 因为他要等立法嘛 你大陆又不需要等立法 你说放弃就可以放弃 你为什么不放弃呢 那舆论就会把矛头对准大陆 就说你看大陆这个邪恶 大陆自私 这就是舆论战 好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 如果大陆它真的跟着美国说要放弃 那么首先前期的巨大投入 基本就打水漂 就白完了 这前期的研发那就赚不到钱了 那第二个呢 那如果大陆承诺要放弃疫苗的专利 那你就得罪了德国英国等国家 因为其他的国家 他们本来也是 他们目前也是抗拒要去放弃专利的 因为人家还是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 人家也等着回收 人家也等着赚钱啊 而且更何况 大陆跟德国的关系现在很关键 因为德国现在就是在整个欧盟当中 一直顶着美国的压力 德国希望说中欧投资协议啊 德国梅克尔就跟中国大陆关系还挺好啊 那如果大陆现在在疫苗的问题上讲说 大陆要放弃 那德国要放弃 德国不爽 那大陆和德国之间交恶 这不就是美国最想看到的吗 这一季打好远啊 对啊 好 再来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疫苗的原材料供应链 我们刚刚讲说 印度非常需要美国的疫苗原材料 对吧 然后美国不给它 那么为什么大陆生产疫苗 不需要美国的同意呢 或者说为什么美国不去卡大陆的疫苗呢 对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全球有12个国家 和欧盟呢 组成了一个叫 所谓疫苗俱乐部 所以这个疫苗俱乐部里面 他们这些国家都掌握了 关键的疫苗成分 能够为全球生产任何关键的疫苗 那么在这个俱乐部 这个图能够稍微照一下 好 来看一下 好 照得到吗 看得清楚吗 好 在这个图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要生产疫苗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 关键性的原料 那基本上美国跟欧盟 然后这个英国日本跟中国大陆 都是都在里面 也就是说呢 如果想要生产一个疫苗 都需要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同意 因此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呢 也会形成一种所谓的平衡 就如果你美国不想出口疫苗的原料给我 我也不要出口疫苗的原料给你 到时候你美国的疫苗 你也做不出来 所以这几个国家彼此之间 当然他们疫苗的原料 就会非常的顺畅 因为双方都等于有这个 彼此毁灭性的这种手段 好了 那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记住了 就是美国在这个原料当中 它是占了大宗的 那么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呢 印度并没有在里面 所以呢他们当然就可以不出口印度 因为我就算不卖给印度 你印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威胁我 哦 我没有把柄在你手上 我脖子不会被你掐着 对 好啦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 然后呢他也想要对印度不好的话 大陆也可以不出口疫苗的原料给印度啊 那同样的 大陆如果想要对付台湾 也可以不出口疫苗的原料给台湾啊 所以大家就是想说 哎那两岸关系好坏 还没有坏 哎就不出口疫苗原料给台湾 那个才叫做坏 现在大陆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大陆对台湾完全可以比照对澳门一样 就完全中断贸易 为什么没这么做 因为两岸之间还有点善意 还有点大陆的善意 好那现在这是题外话 所以总而言之呢 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 我们发现了美国它的疫苗原料 是占比非常高的 是好哦 那在这个状态之下 哎我想一下我要讲什么 哦我说如果大陆也放弃了疫苗的专利 那么因为欧美它在疫苗的原料供应当中 占比比较大 它就可以赚非常多的钱 为什么呢 你看大陆不卖疫苗了 大陆它的疫苗专利没有了 那就表示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来做 大家都可以来卖 那这个时候不就是你的原料占的越多 你就可以制造越多的疫苗吗 所以美国它的疫苗原料供应比比较大 它就可以赚非常多的钱 哦卖的是大陆的专利可问题 人家用的是大陆的专利 可是买的是我的原料 所以我还是在赚钱 然后我的立法还没通过 所以我的专利还不会给别人 对所以这就是你看美国呢 你看卖疫苗的研发投入是大陆出的钱 美国提供的是什么是原料 那你研发的那些东西 你已经没有办法回本了 因为你的专利已经放弃了 大家都可以做 那谁来做我来做啊 因为原料都跟我买啊 所以我就可以发大财 所以那大陆呢 大陆它的疫苗的原料的占比当中非常小 所以赚不了多少钱 对吧 所以这就是美国最毒辣的地方 好就是透过 因为我疫苗原料很多啊 所以我就可以赚钱 好那么再来一个 就是还有更加的杀招 这个杀招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印度的变种病毒 越来越严重 对听说很可怕 好那么可是呢 而且全球的这种可能变种的病毒啊 还会再增加啊什么的 就是这个无法预料 可是呢拜登的这样一句嘴炮 他会对全球的所有的疫苗研制 就是产生非常大的恶劣影响 很简单嘛 就是投资在疫苗上研发 那个都是要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美金 对 那如果美国成功的开了这个恶例 疫苗的专利不受到保护 那么就算新的疫苗 研发成功 前期投入就赚不回来了 对啊 就是做善事啦 对啊 那谁愿意花几十亿 甚至是几百亿的美金 去做善事 所以一定最后所有各大医药公司 不要研发疫苗啦 疫苗专利你也拿不到啊 没赚头 没赚头啊 好那么当所有的国家 都放弃了对疫苗的研究 那中国大陆怎么办 那中国大陆一样啊 内部的这些国营企业 他们也会觉得没赚头啊 我心力苦苦研发 然后跑到美国人赚钱 没赚头啊 那他可能也就不会再研发 所以那你就会想说 全世界人民怎么办 如果越来越可怕的话 好那拜登他一句话 让大家都没有意愿 继续去研发新的疫苗 那对美国来说 又有什么好处呢 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关键 又关键 这就是最最最最最关键 德国默克和美国Ridgeback 合作研发了一个新的药丸 这个药丸呢 叫做 我看一下这个资料 这个药丸叫做 AT527 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 AT527 AT527 瑞士的罗氏公司 跟美国的这个制药 叫ATEA 也合作开发这个口服药物 默克跟Ridgeback 合作的叫做 莫娜皮拉韦 另外一个呢 叫AT527 但基本上都是跟美国有关的 那如果这个AT527 这个是什么药呢 它就是新冠疫情的口服药 哦 现在已经不打疫苗 已经直接用药物来治疗了 是不是 对 口服药 那如果顺利的话 2021年年底 就今年年底以前 就可以上市了 所以大家想一下 这个药如果在今年年底 就可以上市 然后拜登就在这个时间点宣布了 啊 大家不要再研究疫苗啦 诶 不研究疫苗 不打疫苗 那万一得病了怎么办 啊就只能吃药啊 那就只能吃药啦 对啊 对吧 那他这个药不就赚翻了吗 哦 这个埋得太深了吧 对吧 因为对于卖药的来说 疫苗本身就是抢他生意嘛 对 如果大家都打疫苗 就没有人要买药 就不会生病了 对 大家没有人得新 大家都打疫苗 不会得新冠 那就不会吃药啦 可是我制造出来了一款 哎 治疗新冠的药 是 药要卖得好的前提 就是大家都不要打疫苗 大家都有可能需要这个药 是这个意思吗 就这个意思啊 怎么这么坏 所以拜登现在讲说 哎呀我们放弃疫苗的专利 一方面它成为了道德的制高点 然后大家看看大善人啊 但实际上呢 就是它等于扼杀了 目前所有拥有疫苗的这些公司 就是他们的这个利润 那大家都不愿意再赚钱啦 大家就不愿意再研发 大家都不愿意再投入啦 那也不愿意再卖啦 那怎么办呢 没人卖疫苗 没人制造疫苗 没人研发疫苗 那怎么样 那就买药呗 然后药就 哎 突然这些美国 又有两款药要上市 然后美国就有药 就是这样 那抗病毒的这个新药 就可以年年牟取暴利 而且大家想想看 你看疫苗基本上 它的这个时效性也比较长 或者有人讲说 我不太清楚 那个疫苗可能是终身的 打了两次之后 一辈子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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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子嘛 一阵子一阵子 一阵子去打疫苗 然后跟你得了再去吃药 哎 大家可能就不会想打疫苗啦 大家就觉得吃药就好啦 这就是拜登的邪恶 这是美国他的精心算计 太可怕了 好可怕哦 现在网络上1503人 来 感谢大家 来 我们看到的是 Kawada65535说 哦 听完之后觉得 这可真是一个毒计呀 另外还有谁呢 还有JPF96615336 她说她已经打了科兴疫苗 有保障了 然后琪琪听完之后 则说哦 这梗真的埋很深 超级深 好可怕 好 不过呢 现在在网络上头 有很多人在敲碗 敲碗什么呢 敲碗说 汉婷要不要唱歌啦 包括我们这位 飘过咖啡箱的 承报制作人 也在敲碗艺人唱歌 你没要下班 你现在在敲碗 预言唱歌 好 议员唱歌 那议员有要唱歌吗 议员在今天 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让议员想一下 议员今天不知道 这个喉咙可不可以 要唱什么 要唱什么呢 有人点歌吗 好 我们来看 MMTB303说唱都唱 好 所以是有人在点名 是不是 我们来看哦 其实现在确实要请大家 帮我做一件事情好不好 因为我们现在在线有 1485位朋友 但是我们按赞数非常的少 其少 只有164 我不知道你的赞 有没有被取消 麻烦大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 你的按赞 有没有还在 原因是因为最近 中天电视的这个YouTube频道 已经多次的发现 你按了赞之后 赞还会消失不见 所以呢 提醒大家 请帮我们记得按赞好吗 因为最近这样子的状况 层出不穷 好吗 另外HH听完之后觉得说 美国也太虚伪了 陈瑞英则是认为 欧美就是自私 Victoria Chen说 如果你要唱歌的话 那就是边听时事边点歌 这节目会不会太优惠了 太优惠了 那当然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报告 难得线上有1500人 今天是个殊胜的节日 大家可以多多念佛 金刚经 然后或者地藏经 或者呢 是另外一个叫 生茄诈经 生茄诈经 我第一次听到 对 这个经了不得了 就如果你没有累世的福报 很难听到这个法门 所以我今天一讲 我有很大的功德 那大家听到 我第一次听到 大家可以回去读读这本经 它的这个厉害 就是你只要透过超经 然后就可以透过做梦的方式 来消除业障 比如说你经 对 比如说你这辈子注定 就是有人要杀你 假设啦 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你超经 然后呢 就在你在梦中当中被人杀了 那你现实当中 这个夜暴就解决了 这么神奇 这么神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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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这个宗教信仰 这个大家彼此争重 每个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啦 但是呢 这个汉廷他本身是佛教徒 所以他有这么样一件事情 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 多多行善 那唱什么 唱什么 有网有点歌吗 有网有点歌吗 来我来看看 我看到是萧红 他说做人不能单纯点吗 非得要这么耳鱼我诈 好 来要听汉廷唱歌 大家要记得按赞哦 Lessling10讲的 王金柯说 不然两只老虎 会不会太简单 不行 汉廷是唱将 他一定要好好的 来唱一首才行 另外还有谁 哎 哎呦我要点错位时空 错位时空 错位时空是一首歌是不是 嗯我看一下 哦原来错位时空 路过的柚子点错位时空 但因为你知道我根本不知道 这首歌不好意思 所以我不知道你讲的是歌名 好 可是我这首我只听过第一句 所以我不会唱 好 所以这首我不会唱 但是哎 往后余生 那 往后余生 往后余生又是什么歌呢 你现在想一首流行歌 你会想到什么 我现在想一首流行歌 我是老人啊 我都不会新歌啊 我没看到有那个网路的 那个 我是老人我就不会新歌啊 先生皇说 青苹果乐园 这首我听过 我知道你讲的是歌名 好好好 青苹果 青苹果不要拿手 LJL说 可可脱海的牧羊人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哎 我就是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们就是还是在那个90年代 00年代那年 好 拼估Super说 心惊啦 唱心惊一定会 心惊 好 还有谁呢 还有杨宝玲说 中天之歌 中天之歌是什么歌呢 蹦蹦说想见你 中天之歌是那个啦 大团结一定赢 这确实是我们的三个 哈哈哈 对 哎 哎哎我想到我想到想到 好好好 对 来给他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Cue 好就是真的是现场随手拈来 这就是这么一位被政治耽误的 全方位艺人 是不是 对 要什么有什么 要唱歌有唱歌 来 掌声来鼓励 侯汉婷今天要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望川彼岸 望川彼岸 来麻烦大家掌声来帮我刷一排好吗 谢谢大家 我觉得好像每期唱 但是每一期就越唱越难听 你是说一开始是惊艳 然后后来就 哎不行今天是那个什么节 我不能这样子讲话 哈哈 没想到你这个太低 这个太低 可以吗 还是刚刚就唱清苹果乐园 好啦 好啦 这个我也会唱 真的喔 对要唱哪里 那就这里就好啦 好啊好啊 一开始 好啦我们决定唱清苹果乐园了 符合我的年纪 怎么怎么开始 怎么开始 来刷一排掌声 来三二一 周末午夜别徘徊 快到苹果乐园来 欢迎流浪的小孩 不要在一旁发呆 一起大声呼喊 像寂寞午夜说拜拜 好 就这样 对 拜拜啦 好拜拜 有点赖 谢谢大家在这个小时 加入我们赢家观点 线上人数1505人 谢谢大家 拍手刷一排 记得帮我们按赞喔 感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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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